繼續來看的是 一向力挺烏克蘭的波蘭 十五號起實施禁令 禁止從烏克蘭進口部分穀物 原因是烏克蘭穀物太便宜 讓波蘭農產品競爭力下降 而基輔當局目前正積極交涉 希望波蘭至少先開放烏克蘭 穀物產品過境 一向力挺烏克蘭的波蘭十五號起 對烏克蘭部分穀物產品寄出禁令 不允許進口也不能過境 原因是俄烏戰爭後 烏克蘭穀物難以從黑海出口 在歐洲大量供應 價格也低廉 讓波蘭農產品失去競爭力 對烏克蘭的財政黨支持者多數是農民 國內農產品競爭力下降 帶給政府很大壓力 這項禁令將持續到六月底 祭出類似措施的 還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其他中歐和東歐國家也考慮跟進 基輔當局正跟波蘭政府協調 希望華沙解除禁令 至少開放讓烏國食品和古物過境 歐盟則表示 個別國家單方面執行禁令 不可接受 但匈牙利反擊 如果歐盟不採取行動保護匈牙利農民 就會將禁令延到六月三十號後 另外目前讓烏克蘭穀物安全出口的黑海協議 下個月十八號就到期 能否延長充滿未知數 如果波蘭等國不解除禁令 黑海協議又無法延期 屆時會有數百萬噸穀物 滯留在烏克蘭境內 公視新聞 雪安寧編譯